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为虎 龙虎相配 衣食无忧 龙长虎短 富贵清闲 虎长龙短 好事多磨 只长相配 四指不露 手不变形 一般情况经过努力 相对富足 衣食无忧 如果厚薄兼施 长短的配 富贵有成 依依马平川 依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 川是指的川子文 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程 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 感情线 还有智慧线 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 手相中 称命运线为玉珠线又叫事业线 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 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 才能称为一马平川 手相中若有次现象者 富贵无疑 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 二星环 位于感情线上方 围住中指与无明指而成的弓形或者半环状的的现代 一般来说 金星带起自食指指和中指之间 而延伸到无明指和小指之间者最为理想 金星环线条越长越有力 越深而宽 颜色鲜明清晰 不光长相好看 财运也不错 三 元宝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 元宝纹是由两条或者三条主线 感情 智慧 生命线 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元宝图形 不论男女拥有此纹 一生钱财不断 衣食无忧 太阳线又称为成功线 无明指根部延伸的上升线 是人生成功的标志 不管从商还是从官的人事 手中出现太阳线 是人生运势成功的标志 四 钱财文 钱财文 顾名思义就是掌管一个人钱财运的纹路 钱财文一般位于无明指与小指下面的位置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心钱财文多 则代表其容易获得钱财 这种人一般有好工作 事业上一般不会有阻碍 收入很丰厚 生活中是比较富足之人 五 夫子眼 夫子眼代表非常聪明 有较强的管理能力 从古至今 一直有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取兴下凡 再不记得也是能五文弄墨 文才斐然的才子佳人的说法 有些普通人也可通过后天的努力变得很聪明 六 钱财文 钱财文这里可能不止一条 钱财文越多 说明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 因此是越多越好 钱财文只要有 说明就还是有机会能够富裕的 因此要努力工作 抓住机会才好发财 七 直觉线 手里有直觉线的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 很有投资理财意识 因此他们也知道如何抓住商机 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 从而吉祥富裕 八 手中财库 手中的财库是聚集在手中心的细纹上的 一般会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 这个财库越大 说明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 手中持有的财富也会越多 九 太阳秋龙起 许多人的太阳秋都是凹进去的 那么这里就看不出来是否有财了 不过太阳秋龙起的人 财运肯定是比较好的 有发大财的机会 如果太阳秋很饱满 那么也会肯定会是大富大贵的命 十中指长 虽然中指一般来说都是最长的 但是中指比其他的手指长很多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一生都会非常富足 而且生活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 是很尊贵的人 十一 手指如竹笋 金竹手 在手相学中 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竹笋一般 细腻而修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 容易富贵 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 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 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 能够让钱生钱 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 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 必定能够富甲一方 十二 手软如棉花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 且很有肉感的话 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教 好 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 从小生活无忧 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 捧得相助 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而且性格大 多温厚 命中的贵人运较好 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 无论在生活合适 夜上都比较顺利 挣钱也比较轻松 一般都不会缺钱花 十三 长红如血色 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血气健康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 胃红润的话 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 身体素质比较好 整个人的精神 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充盈 做起事来很有干劲 属于天生的上帝宠 而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 一生财路畅通 财源较广 做事如有神助 一辈子财源滚滚 很难受穷 十四 掌中有黑质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 掌有黑质的话 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强 而且考虑问题思路 也比较的独到 很有远见和抱负 内心也比较强大 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 所以在事业方面 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 商机 特别的适合做生意 总是能够抢占先机 挣钱的渠道比较广 速度比较快 善于积累财富 十五 太阳秋龙旗 有赚钱能力 太阳秋在无名指的根部 代表着财 负 如果手掌中太阳秋龙旗 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财能 工作中奖 金多 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 并且能存得住的钱 一定不为钱 财而累 男的财运好 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 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 之一 十六 手掌心有两条玉柱纹 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 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 一般人能够拥有一条玉柱纹路 就相当不错 而能够同时拥有两条 即一条可以直通中指 一条直通食指 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 也就是说在五十岁之后 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 这部分人大气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 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 做事总是不知所云 有些任性随意 因此大都一事无成 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 但是到了五十岁 作为财运的分界线 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 被打通了人多二脉 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 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 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 最终晚年福禄大增 成为人上人 十七 拇指 无名指上有斗 斗和拨迹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 斗就是像年轮一样 可以呈现数圈壁和圆形的纹路 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 都有斗的人 那么他们五十岁之后 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 而两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 那么五十岁之后 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 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 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花期比较长 有些人年少得志 就是早早地开花结果 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 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 则是需要时间慢慢地 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 等待一定的时机 厚积薄发 最终在中年之后 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 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地 增加水涨船高 属于能力和智慧 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 十八 小拇指上有指纹 一或两条 中年裁员滚滚的人手 箱上第一个特征 就是在小拇指上 出现一条或两条指纹 小拇指有一到两条 指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 我们称之为运约纹 有这种手相的人 越老越贵气 子女有成 不需要自己担心 晚年子嫌孙嫌 儿孙绕夕 富贵又安康 但是小拇指的指纹超过两条 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文 虽然这样的人聪明 事业上有成就 但一生比较劳碌 到了晚年也嫌不下来 属于赚辛苦钱 有好也有坏 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 多多保重身体 十九 失业线有浅变身 也就是在现文的起始点 表现得极为浅薄 但是随着现文的延伸深度 也是不断增加 这样的一种失业线 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 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 以及能力 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 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 而出现挫折 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脉关系 以及个人的能力 都会不断提升 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 不断取得成功 获得出色的财运 二十 事业线的起始点 和智慧线相连 这种首相的智慧线 与事业线 有着同一个起点 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 大器晚成的特点 一般来说 这一越老越有钱的首相 代表着个人在三十五岁之后 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 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 遭遇了一些困难 也不要气馁 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 就能够不断前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